太阳能电动车安全与舒适的价格起变 2020年发表引起话题的太阳能电动车 由美商电动车创办人安东尼亲自驾驶 再者台速尖端能源董事长王瑞瑜 为双方合作拉开序幕 台速旗下新智能公司 打入美商电动车供应链 将合作开发新一代的车用零酸离铁电池 我们终于又跨入新的一个旅程碑 也就是跟Uptera Motors 我们合作了动力电池 我们的零酸离铁跟它的不同在哪里 我们就很简单的主要原料就是铁 那铁是相对稳定 所以安全性上它是比较让大家放心 我们也期待与Fromosa Plastics Group 去增加我们的製造材料 天然技术 电池管理 和EV设计系统 美商电动车公司Uptera 2006年创立 2020年底发表续航力 1600公里的太阳能电动车 全球订单已突破2.2万辆 预计精灵底进行首量式生产 四轮车方面 预计2024年到2025年持续研发生产 因应电动车电池芯面临短缺 以及各大厂转向采用零酸离铁电池的趋势 美商提前布局 跟台湾下单 在2024年的第一季 我们努力把张宾厂开出来 那我们会正式把2.1G的零酸离铁的电池 开出来的过程中 我们从即日起就会开始进行 规格化的一个测试 安规的认证 我们期望2024年 我们就可以开始跟Uptera Prota合作 台湾电动车产业持续壮大 台泥旗下能源科技 超高功率3元锂电池的纯电动赛车 在国际大放异彩 更与英国新创电动车厂 McMorwich正式签署MOU 鸿海除了有自己的电池研发中心 也持续在各国打造电动车生产基地 台数也成功打进美国Uptera电动车供应店 为台湾扩大新能源领域的里程碑 新桃尼亚在电视 曾一桃李晶晶 北湾桃园报导